消息 臺股今天在台積電 連電晶圓雙雄領跌之下 指數是開低走低 隨著每期指跌幅擴大 晶圓雙雄股價跌幅也跟著擴大 電子類股是一路下殺 傳產跟金龍也難逃砍殺的命運 盤中一度跌於370點 指數回測15840點 所幸在鋼鐵 橡膠 照指類股逆勢走搖 指數是跌幅收斂 不過在台積電收盤跌了21塊 收低601塊下 中場指數跌了305點 收在15906點 勉強守住15900點的關卡